各位好,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介绍这位先生 邱先生,这位先生是我在玉城公园 碰到的一位男士 那时候他拿着一个笛子在 连声音都是 听不太小 没有,后来你在吹萧嘛 萧是真的 更辣 Anyway,我就是看到他那里在吹 然后我就跟他攀谈 我就问他说 你干嘛,他说他想要学 那我就介绍了我们老师给他 我们老师是 南港设大跟信义设大的 这个逐运萧生 教笛子跟萧的老师 那我就介绍他给我们的老师 结果你看,多久 四个月,五个月 当时他跟我说 他希望半年以上 他半年 他就可以上台 来表演 现在四五个月 他刚刚大家 我刚刚已经做了直播 很可惜的 那个 笛子的那部分 我没有储存好 所以可能只有萧的那部分 不非有出来 那这位先生就上台了 而且 觉得那么好 你可以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的一个秘诀吗 老师是说我很认真 那有同学说我是天才 我是觉得我很努力 我的目的就是要上台 所以我非常认真 谢谢 请问你每天你花多少时间 平均两个小时以上 平均两三个小时 我只有四五个小时 因为当退休有时间 所以我到公民和山上去认识去 这位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以前的职业吗 退休以前 是在卫行公司送货 就是开车送货 然后因为受伤 提早退休 他受伤提早退休 我又有一次带我妈妈去 那个附健碰到他 也在那附健 那我对这位先生 实在非常的佩服 然后 今天非常恭喜 而且他除了 除了在这上面 非常有毅力以外 他还是 是另外一个基金会的 呃 没有 是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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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段 那是我开车负责的 就是 基肉 认兵有协会 也不太难 那我做义工呢 因为 刚刚有闲 就打打杂量的 他也是在一个 呃 基肉呢 委说是 认兵有协会 委说认兵有协会 做义工 他也花了 有什么好人 呃 呃 学业是十多年了 呃 学业 呃 我想说的是 这位先生 他的毅力 实在 呃 实在非常惊人 你看我们的那个 呃 笛子的那个班是已经 两三年了 我们的竹 呃 竹子的 笛子的跟肖的都已经两三年的 呃 那他才刚刚参加 才不到半年时间 他就赶上进度 然后就可以上台 所以哈 我会很高兴 谢谢 啊 谢谢 花旗宝宝帮我介绍 呃 南港社道还有十五层师 谢谢 哈哈 我是在 很配 哈哈 我最谢谢 哈哈 我说启蒙 我说启蒙 启蒙 呃 导师 哈哈哈 介绍我来南港社道 好 谢谢 谢谢